臺北馬街醫療團隊 為一名罹患及複雜的先天性心臟病早產兒 在出生後二十四天 幫他進行開心手術 而這名寶寶 他的體重只有一千九百四十八公克 是體重世界第三輕的案例 照片中醫護人員抱著準備出院的小男嬰 安安慶祝他手術後重獲新生 因為安安早產出生時 體重只有一千七百多公克 喝奶時不僅會喘 而且完全無法吸收 經過醫師檢查後發現 原來安安的心臟同時罹患了兩種 極複雜的先天性心臟病 如果不及時開刀治療 恐怕活不過一個月 他現在所有的血是混在一起 所以大概這個血 就會往肺臟的部分跑 一往肺臟的部分跑的話 他肺部就會充血 中血他就會喘 醫師表示這是屬於非常罕見的心臟疾病 兩種合併發生機率佔千分之零點零四六 因為心臟循環不正常 會影響下肢血流 也容易併發肺動脈高壓 肺水腫也會造成肝腫脹 因此醫療團隊在安安出生後二十四天 體重一千九百四十八公克時 分別進行兩次心臟手術 由於新生兒的心臟大約只有成人大拇指一樣大 血管長度不到三公分 手術相當困難 花了九小時才完成 幸好手術後安安的心臟功能已經逐漸恢復 住院一百零三天終於出院 目前只要定期回診追蹤即可 院方表示 經過文獻資料顯示 類似低體重早產兒開新手術成功案例 體重最低者為日本 其次是希臘 此案例排名世界第三 記者賴水美 講龍翔 台北報導 記者賴 掌燈